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越来越多民众选择脚踏车作为交通工具 小龙用力踩着由链条带动 链条带动后轮转动的这个脚踏车向前加速 他问说下列叙述核子证券 他问说前轮跟后轮 所做摩擦力 到底是往前还是往后 我们看 这个它是什么带动的 这个是链条 你讲到踏板在这里 踏板的话这样一踏 这个轮子会这样转 这样转的话带动这个轮子这样转 这样转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轮子在地面上 抓住地面 往前滚 也就是说 轮子对地面是往后撕力 轮子对地面往后撕力 所以地面对轮子是往前撕力 重力的 很重力 好这样看这个 这个的话 它的话是由什么呢 是由这个后轮推它 就是连着过来往这边推 我就是说 这个 等于是那个 脚道车前面不是有个骨干 那骨干连着后面 那往前推 我现在往前推的话 就是 这个 这个东西的话 把这轮子往前推 那往前推的话 如果这里没有摩擦力的话 它就是水平移动 这个轮子就不会转 水平移动 那现在的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面 给它有一个摩擦力 往后 所以这轮子会这样转 轮子这样 轮子之所以会这样转是因为什么 因为摩擦力 对轮子 往这边作用 使得它 这样转 如果地面没有摩擦力的话 它就直接过去了 就不会转 我就是说 现在的话 如果 地面没有摩擦力的话 你 假如这样一踏的话 这里它都一直转一直转 这里就不会动 如果完全没有摩擦力的话 这里就不会动 把这个会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开始有摩擦力的话 它就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地面抓住什么呢 抓住这个轮子 它要 这样转 结果它抓住它的话 所以轮子就往前 轮子就往前 那轮子为什么往前呢 因为什么 因为轮子 对地面 往后推 轮子对地面往后推的话 所以地面对轮子的往前推 往前推 如果这个没有摩擦力的话 会一直往前 这轮子不会转 那轮子现在为什么会转 因为轮子 因为地面对着轮子的话 往这边推 所以它会这样 这样转 如果没有摩擦力 它就直接过去了 就不会转 所以 地面给到摩擦力的话 手往前 地面给它摩擦力是往后 往这样子 所以这个后轮是往前 前轮往后来 所以大家应该选多少呢 应该选这个 C 前轮所做摩擦力 往后来 后轮所做摩擦力往前 所以大家应该选C 这就要更加点 我们继续 好吧 我来说 这就想在这里 我来说 我们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